這是生命的 你必須要繼續走 有時候以後悔悶 你必須要看待未來 大家都說香港這個城市變化得很快 人來人往 新建築湧現 同時亦有很多舊的地標 靜靜地退場 分域碼頭是殖民時期 海軍登陸的落腳地 暫時至今日 碼頭的歷史任務 早已超額完成 政府亦落實明年清拆 這間意大利餐廳 將會與商場一起走到最後 我的名字是Gian Domenico Caprioli 大家都叫我Gianni 我是英國人 我從2004年來來香港 我以前工作為另一家公司 我帶來香港 可能我第一次帶來很高質素 食物和高質素 經過幾年時間 他決定留在香港發展自己的事業 四圍找地方 最終被他找到這個海軍商場 我喜歡因為我離開 我離開了 因為我離開了 從香港的名字 建立 建立 大公司 大公司 然後我可以做更多 我讓他去做更多的食物 更多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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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經常提及到 這間房子 會更多的食物 更多的食物 见仲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决定将原有的铺位改名 尝试供应更传统的家庭式意大利菜 一个比较烈和经典的餐厅 叫Jattrattoria 餐厅很大 我们有黑烈烈烈 我们有很多椒烟 我们有得酷骨 有很好的烤烤烤烤 我们有很多烤烤烤烤 我们有铺店 当客人 我们第一次来 来买烤鲜烤鱼 去购买烤 这道头盘是客人必点的招牌菜 餐厅选用多款意大利番茄 酸甜清爽 配合新鲜芝士奶香 多款味道互相交叉 清新开胃 龙虾意粉亦是大厨的得意之作 用完新鲜的美国波士顿龙虾 切件后加入白酒煎香 倒入大量意大利番茄熬煮 最后加入短卷面 吸收酱汁精华 上台香噴噴 番茄龙虾酱汁咸鲜 面条挂汁 口感富有弹性 亦不得不赞龙虾肉质爽滑 多年来屡次传出清拆消息 这几个月 网上都盛传商场年尾要拆射 这不是真的 卡片不在最后一年 但在最后一年 我们仍然有几个月 我感觉我感到幸福 选择这个地方 我感到很悲惧 但另一方面 香港是移动的地方 是不是很不赞 是新的地方 最后一年 是美丽的 他们在海外面做好 就是比较好 这个地方 你需要转移 然后 在最后一会 你需要看出未来 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